北約秘書長上任先點名北京,普京急呼以色列停戰 韓國警告北韓用核武後果,金正恩對習觀點有變 23歲中國男在瑞士池都斬三桶,遭到逮捕 石破茂就任第102任日本首相 阿桑奇說,自己為獲自由承認報道有罪 用核資料保存不度,Meta被愛爾蘭罰9,100萬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頭條《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日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旅遊推薦 幫助你發現新的旅行靈感,別錯過呀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10月1日,北約新秘書長呂特表示 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對烏克蘭侵略戰爭的決定性助推者 而支持俄羅斯是應該有後果的 普京突然宣布,以色列必須立即重來巴聯撤軍 呂特接替斯托爾騰貝格正式出任北約組織秘書長 他在北約總部舉行的交接意識上強調 中國不能繼續助推二次大戰以來 歐洲這場最大規模的衝突 而不影響其利益和信譽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透露 這幾日網上有俄官員報稱 2024年 中國援助俄羅斯資金高達6,700億人民幣 消息是否屬實無法確認 但中國確實有些城市開通的換俄斑裂 從輕工到日用消費品 從機械設備到雨布包裹著的龐然大物 拉出去的東西能帶回來多少外匯 卻沒人知道 中國這三年紋身越來越難 工廠倒閉潮 餐飲行業關門破產 互聯網行業因人工只能出現 減完一波又一波 寫字流出租率直線下降 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的錢去了哪裡? 6,700億人民幣換算成美元近900億美元 美國政府援烏克蘭資金經過美國國會討價還價 爭論不休後才僅拿出560億美元 還設置了各種限制 歐洲各國集獲賣鐵支援資金 也不過160億歐元 換算成人民幣不過2,000億人民幣 中國以一國之力撐起俄羅斯的囂張氣嚴 10月1日 呂特勸說北約32個成員國增加國防預算 還誓言要維護北約內部跨太平洋聯盟堅餘盆石 CNBC表示 呂特有特弗龍馬克的綽號 以指特弗龍具有不黏性、耐熱性和耐腐蝕性 使它不僅總能豪發無損的擺脫政治麻煩 躲過各種危機和災難 而且它還會使用閒熟的外交技巧推動和建立共識 北約目前不僅面臨俄羅斯正在為入侵烏克蘭戰爭投入更多人力、財力和軍備的挑戰 而且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在升級 北約同樣需要面對北韓和伊朗這樣的流亡國家製造的危機 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連日譴責下 近日中國和巴西召開和平倡議會議 法國和瑞士都受邀參加,卻沒有邀請俄羅斯 對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聲稱 瑞士已經很久沒有保持中立態度 而法國是北約的一員 這兩個國家明顯都支持烏克蘭 希望烏克蘭戰勝俄羅斯 按理來說不應該參加會議 另外,俄羅斯國會官網9月30日公布2025年預算草案文件 其中國防開支將提高25% 達到13.5萬億勞布 約1480億美元 較今年增加3萬億勞布 創下歷史新高 《惠報》指出 屆時俄國國防和安全預算 將佔俄羅斯總支出約40% 達到41.5萬億勞布 這項舉措顯示 普京已經採取經濟學家所說的 軍事凱因斯主義 表現出大幅增加的軍事支出 以推展對污戰爭 刺激消費也加劇通貨膨脹 俄羅斯經濟媒體標響新聞通訊談到 這次增長證實俄國經濟已轉向戰爭模式 即使烏克蘭戰爭很快結束 向軍隊和擴大國防部門輸送資金 仍將是首要任務 根據預算草案 俄國的社會支出預計將減少百分之十路 從今年的7.7萬億勞布 降至明年的6.5萬億勞布 錢外 克里姆林宮的命令 普京限令在俄羅斯秋季徵兵中 徵召13萬3千名身兵 將在10月1日開始徵兵 持續到年底 10月1日 扎尼斯基宣布 武漢蘭彈道導彈成功透過飛行測試 武漢蘭現在每年可以生產的無人機總數為400萬架 普京9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宮朝開緊急會議 回應以色列可能空襲敘利亞境內俄羅斯雷達站一事 10月1日 俄羅斯強烈要求以色列 必須立即重來巴亂撤軍 但隨後無奈 伊朗向以色列發射數百枚導彈 瘋狂襲擊以色列 長情請關注本台10點的北美新聞 10月1日韓國總統敏錫越參與建軍週年慶祝 期間表示北韓如果對韓使用核武 這樣其政權將會面臨滅亡下場 他對5,300名軍人發布講話說 如果北韓當局挑釁 韓國軍隊會馬上做出反擊 同時 韓國將聯合美軍對北韓的使用核武企圖進行反制 如果金正恩當局使用核武 這樣那一天將是北韓政權的終結 在紀念活動期間 韓國軍隊展示了最大的彈道導彈《袁武-5》 導彈的重量高達8噸 可以摧毀地下掩體 這個被認為是針對北韓的威懾信號 而美國重型超音速戰略轟炸機蘭斯B-1B 也在慶祝期間飛行演習 展示美國針對韓國的支持 對此北韓國防部發布演習 並表示對相關言論進行了密切關注 在韓國建軍週年慶祝之前 北韓展示了油濃縮設施的圖片 根據韓國評估 北韓儲存的高濃縮油和煲原料 能夠生產數十個核武武器 也是在當日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致電竹賀 中共建政75週年 強調鞏固和發展朝中傳統友誼 是北韓黨和政府的一貫立場 而在前無來 情報人士表示 金正恩日前說中國為縮敵 還曾下令給北韓駐中國的外交官 不要看中國臉色 北韓的官員也缺席多起 中方官員舉辦的活動 似乎反映出雙方關係存在隔閒 金正恩上任後 每逢中共建政週年都會向習近平致賀電 今年的核電和去年內容很相似 中央社報導指出 在今年北韓76週年國慶期間 金正恩回應了習近平的祝賀致電 但北韓證實 金正恩回應的官方報導 卻延遲了一個星期才發佈 而在這個期間 韓國的消息人士傳出了 金正恩說北京為縮敵的消息 當名北韓消息人士說 近期北韓對北京存在不滿 因為中方加強查緝北韓過境中國的走私行為 甚至扣押金正恩使用的物品拒絕返還 知名軍事博主周子定對希望之聲表示 金正恩一號發送賀信並不意味著中朝關係有太大的變化 他認為作為中共的國慶 北韓官方作為與意識形態的國家發送與這種觸合 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北韓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因為意識形態上 在某種程度上是盟友 但雙方相互又有不少的矛盾 其實從金正恩的祖父今日盛事代起 中朝關係就有隔閡 當時金日成享奪權之後 就清洗了當時北韓內部大量的所謂營安派的將領 當時其實與中共的關係在台下也不是那麼好 這樣的雙方這種緊張關係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有持續 但雙方出於外部 特別是歐美國家的壓力也好 包括現在這個俄烏戰爭的環境也好 在大體層面上還是維持一個近乎於政治盟友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覺得發送賀信這件事也沒辦法說明他的關係轉變 1號消息 瑞士蘇黎世發生惡性遲刀襲擊事件 行空者是一名23歲的中國男子 根據瑞士警方的說法 另一名男子襲擊瑞士當地的友誼院學生 遲刀斬傷三名兒童 其中一名5歲男孩傷情嚴重 這種無差別對兒童的行空事件導致當地震驚 在前無來 位於深圳的日本人學校 剛剛發生10歲兒童被中國受日男子殺害的事件 而在上海的商城也發生了隨機亂斬空案 消息引發恐慌 根據現場目擊者的說法 在瑞士當地時間1號中午時分 一名幼兒院女員工 在蘇黎世第11區格林立路 帶著下5日托的兒童前往幼兒院期間 空返突然出現 遲刀亂斬過馬路的兒童 幼兒院職工在男性路人的幫助下 制服了斬傷小朋友的空返 並且一直扣押著他直到警察到來 但是 仍然有兒童因為空返的襲擊受到刀傷 隨後他們在當場接受緊急治療 隨後送往醫院救治 目前 事發地點的柏林立路周圍 已被瑞士警方封鎖 並持槍戒備 衛星地圖顯示 蘇黎世的移民局位於同一條路上 而且不知道這名男子的身份 案件仍在後續調查中 對此有網友評論說 仇恨教育如同癌症 一旦中下是很難拔除甲 不管去到哪個州 都會吞噬生命 中共已經將仇恨輸出到全世界 距離被全世界圍攻又進了一步 日本自民黨總裁石破茂 1日就職日本第102任首相 當日 日本眾議院和參議院召開臨時會議 按照章程舉行首相指明選舉 石破茂獲選 在當選之後 石破茂宣布在10月9日解散眾議院 27日舉行選舉開票 共同社報導指出 石破茂9月27日當選自民黨第28任總裁 隨後將會與日本公民黨代表石井啟進行會談 確認兩黨配合聯合執政的關係 隨後啟動組閣 與公民黨幹部共同商議、政府組閣示議 新政府執政內閣成員名單 將會由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對外公佈 隨後石破茂前往王居 舉行日本天王任命首相與內閣成員的正式儀式 新的政府班底將會正式運作 石破茂也將舉行首相就任記者會 隨後召開首次內閣會議 在選舉期間 石破茂主張在釣魚島等領土的防衛問題上強硬應對 同時要求對中俄戰機騷擾日本領空 和中共航母在日本水域附近航行等事件 盡快提出解決方案 主張提升日本自衛隊自主攻擊權 發展對中俄的威懾能力 同時石破茂自利於發展亞洲版不約 聯合美、韓非等國 捍衛國土安全 這些做法可能會導致日本與中俄之間的對峙加劇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一號對歐洲立法者表示 他最終選擇了自由而不是無法達成的正義 53歲的阿桑奇在大成公開釋放協議後 在6月返回祖國澳洲 協議承認他違反了美國間諜法 在1號阿桑奇說 經過多年的監禁 我今天獲得了自由 因為我承認從事新聞工作 為記錄真相認罪 2010年 維基解密公佈了數十萬份 華盛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的 美國軍事機密文件 以及大量外交電報 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 對外國領導人的坦率描述 以及情報收集模式 這是美國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情報洩漏 幾年後 阿桑奇根據《間諜法》被起訴 在過去14年的大部分時間中 阿桑奇大多數是躲在阿瓜多爾駐倫敦的大使館中 以及被關在倫敦貝爾瑪十監獄 今年6月 阿桑奇在服刑認罪之後獲釋 目前 歐洲委員會議會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 阿桑奇是一名政治犯 並呼籲英國對她是否遭受不人道待遇進行調查 對此 阿桑奇表示她還沒有準備好談論她的全部遭遇 現在正在從此前的遭遇中獲得緩解 並適應新的家庭生活 日前 廉書Facebook沒有公司Meta 因為對用戶密碼沒有實施應有的保護 遭到愛爾蘭數據監管機構判罰9,100萬歐元 因為全球很多的科技大公司 將他們的歐盟總部設在愛爾蘭 所以 歐盟對他們的監管都由愛爾蘭數據保護委員會負責 而愛爾蘭數據監督對Meta公司的調查 從5年前就已經開設 當時Meta公司公開承認 他們在常規調查中發現 部分用戶的密碼是意味加密的形式儲存在內部系統中 這就意味著公司的2萬多名員工都可以查到這些密碼 據媒體報導 當時受影響的用戶可能高達600萬人 而且這個安全隱患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 因為影響規模大而備受關注 不過公司方面從未承認過這個數字 歐爾蘭數據保護委員會調查後認定 Meta 歐爾蘭公司違反歐盟數據保護條例 在今年9月27日決定對Meta公司處以9,100萬歐元處罰 Meta公司的發言人肯給媒體的聲明中回應說 這些密碼只是暫時以可讀的格式儲存在其內部資料系統中 我們立即採取了行動來修復這個錯誤 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密碼被濫用或不當訪問 這個已經不是Meta公司收到的第一筆巨額罰單 在去年5月因為發現Meta公司向美國輸送歐盟用戶數據 而被愛爾蘭數據保護委員會開了一張12億歐元的天價罰單 目前Meta公司仍在就這個案件進行上訴 自從2018年歐盟開始實施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來 Meta和其旗下子公司包括WhatsApp、Instagram和臉書都多次被罰 希望之旅一個可以讓你信任的旅遊服務 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獲得團友一致好評 這是一個非常精緻、細膩、高雅、非常溫馨的團 我們的成員在一起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覺得整個人的安排非常好、設計得很全面 這樣一個團也是很幸運吧 跟希望之身的旅遊團很開心 歐洲的文化讓很多華人朋友都充滿了向往 而東歐則是一個會帶給你驚喜的地方 它不僅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還滿載著迷人的湖江山色和人民景觀 10月的東歐之旅正在報名中 今秋的日本和台灣同樣是美不勝修 10月、11月的雙導遊讓你在享受美麗秋天的同時 還可以在台灣體驗高級的全身健康檢查 日本賞豐業 以上關為精品小團名額有限 趕快參加我們的旅行團吧! 北美熱線加1-855-955-5227 發郵件聯繫我們 或點擊至頂留言中的連接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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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Kaf